快閃台北, 今天和大家來到台灣最著名浸溫泉的地點, 北投 首先去食一餐美味及份量並重的早餐 時光倒流100年, 尋找昔日的舊式車站 探索充滿濃厚歷史味的北投溫泉博物館 如果你第一次觀看我們頻道, 首先介紹自己, 我叫Frankie 如果你都喜歡去旅行,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我們這個頻道 事不宜遲, 立即出發! 去新北投的方法, 搭接找到北投站轉車 在北投站搭一個站, 就會到達新北投站 長途拔洩來到北投, 第一時間去找食 我們去了一間用溫興格調環境, 配搭著美味及份量兼備的All Day Breakfast 微工業風的裝環設計, 令人覺得這間餐廳好好感覺 這間餐廳最招牌菜之一, 就是這一道菜 不是迷迷香雞腿早午餐 另一道苦味味的菜式, 就是這一碟 日式照燒雞腿堡 看著這杯咖啡, 我今天看到咖啡在我耳邊一念無奈這樣說 喝我啦, 喝我啦, 我沒問題的 整個用餐過程的氛圍真是超良好 很好的體驗,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來北投, 一定會再來光顧 在新北投站1號出口對開, 就會見到這個星村亭 本來我們滿心歡喜, 打算過來這裡試試手湯 誰知, 不知道是不是在維修呢 我們一起時光倒樓100年, 回到新北投車站原址 如果我有逆轉的超能力, 回到100年前 一致時期為發展新北投地區溫泉觀光產業 於1916年, 設置新北投站, 車站為木造結構 我們現在就入火車參觀一下 火車裡面還有其他的剪品和圖片, 可以大家也來觀賞一下 打開IG, 其實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很多女神在這裡打卡 為了留下線影, 我也在這裡拍一張照片 說你都不相信, 怎會猜到拍照熱點竟然是一座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的設計別樹一格, 難怪能夠成為北投的熱門地方 世界級綠建築圖書館, 外觀就像一艘木船 被譽為華麗的知識荒舟 其實外觀又像一座森林裡的小木戶 曾經被美國網站被選為全球最美的25座圖書館之一 木造建築, 地下一層, 地上兩層 台北最美圖書館當之無愧 無論你想感受書卷味, 還是感受藝術氣質 都非常適合來這裡 近來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一加一等於多少 不知道在這個圖書館找到的答案是2, 還是2 圖書館對開還有一個小小的河花池 讓人感覺這裡更加地令人結 在圖書館的旁邊, 大家就會見到北投溫泉博物館 它的開放時間是早上10點至下午6點 而費用是全面的,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參觀博物館是需要換鞋的 館內提供不同尺寸的拖鞋 為何連鎖卡鎖匙都這麼漂亮 博物館建築本身就是一座日式的建築物 建於1913年曾經是北投的溫泉旅館 後來改成為博物館 當時是日治時期的北投公共浴場 是台灣最早期的公共浴場之一 博物館內顯示了北投溫泉的歷史, 文化, 地質, 生態等等的相關資訊 包括溫泉水的成份, 泉源形成, 北投溫泉的開發, 和北投溫泉區的相關產業等等 現在進去了 現在進去了 剛才看這裏的資料說, 原來也挺有趣的 它說以前漢人的洗澡習慣 他們覺得衣服外露的地方才是髒的 所以他們通常只會洗臉和雙手 後來到了1912年, 台灣總督有一個新的政策 撥了一筆錢去搞公共衛生 在台灣各地設立一些公共浴室 鼓勵人去洗澡 其實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展示都非常多元化 其中有一個部分介紹溫泉文化 它展現了溫泉館, 溫泉池, 溫泉設施等等相關的場景 令我們更明白北投溫泉區的活動和日常生活 不說大家不知道, 其實這裏已經有100年的歷史 雖然這裏很殘舊 但我非常喜歡這個地面 因為很有禁止的味道 博物館這裏的設施其實都保養得非常好 透過這個政策, 政府就令到所有台灣人搞好自己的衛生 然後就預防更多的疾病 去到1920年, 因為當時日本也引入了日式風雷筒 以及浴間, 鼓勵大家一日一洗澡 這個也挺有趣的, 原來當時民生大汗是不能夠進來浴室的 已經感受到熱力在浴間上來了 而且這裏有一陣陣的硫磺味道 在百物館前面沒有多遠就會見到露天溫泉浴池 如果大家想體驗一下台灣人的浴池 不妨可以過來試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就好趕, 我們就走了 下一站我們去地熱谷 哇, 好舒服啊 好熱啊 有點疲勞盡燒的感覺 終於都可以試一下手湯了 手有些比綠熟的感覺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地熱谷是一個雜誌延景觀, 文化古蹟 和科學教育於一生的旅遊勝地 哇, 好震撼啊 以為自己去了仙境 周圍的蒸氣不斷向上升 令到周圍夢茶茶 好震撼啊 這個畫面 好震撼啊 地熱谷之所以會有熱氣 是因為地下有地熱水 受到地殼深處的熱源加熱 在地底下湧出來之後 接觸到較低溫度的空氣 最後水分就會變成水蒸氣 所以形成像煙霧一般的熱氣 這裡有很多溫泉旅館 溫泉浴場 和公共溫泉池 連中都吸引很多遊客來這裡炮溫泉 放鬆身心 據說 枯頭溫泉蛋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 當時一位溫泉旅館主人就發現 將雞蛋放在溫泉水煮熟之後 雞蛋的味道變得更美味 在福興公園裡 這個炮腳池是免費開放的 所以遊客可以免費享受北投溫泉 水源來自地下的天然溫泉 水質清澈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或者 今次大家被我的標題騙了進來 北投溫泉 應該你都會聯想到 我赤條條浸溫泉很舒服的畫面 世界很多時候 又怎能起盡人意 這些厭禮的畫面 這些機會 不屬於你們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我們頻道 多謝支持 真是一個都不能少 下次再見 拜拜